欢迎大家收看消费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阿根廷央行表示 8月和9月的通胀平均为12% 受经济低迷影响 史尼斯菲尔德将关闭北卡罗莱纳州的猪肉加工厂 公司需根据加利福尼亚法律申报排放量 且艾伦福克斯客户声称 该律所秘密准备代表竞争对手起诉该客户 这些艺术家以不同的节奏呼吸着 为Adel和奥运会设计舞台的舞台设计师接手Gucci 等等 请大家收看 阿根廷央行表示 8月和9月的通胀平均为12% 彭博社 根据阿根廷央行的月度货币政策报告 8月和9月的月通胀率平均为12% 这是在本周晚些时候 预计将公布的官方政府9月通胀数据之前 8月份的消费者价格上涨了12.4% 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阅度增速 尽管在8月中旬提高了货币政策利率 央行预计10月通胀率将有所下降 对比正式和非正式汇率之间的差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黑市汇率也降至历史低点 对比比索的压力持续存在 受经济低迷影响 史密斯菲尔德将关闭北卡罗莱纳州的猪肉加工厂 彭博社 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将关闭其位于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的猪肉加工厂 这是整个行业努力应对供应过剩问题的一部分 该工厂的生产将转移到位于塔尔西尔的另一个设施 以提高效率并更好的利用现有产能 史密斯菲尔德的香港母公司WH集团有限公司称 美国猪肉价格受到供应充裕和需求疲软的影响 此举是其他肉类生产商采取的类似行动之后 例如泰森食品公司关闭了6家鸡肉加工厂 并在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家禽厂裁员 史密斯菲尔德在美国雇佣了近4万人 在北卡罗莱纳州雇佣了1万多人 公司需根据加利福尼亚法律申报排放量 BBC 加利福尼亚州已批准一项新法律 要求像苹果和迪士尼这样的大型企业 披露其碳排放情况 这项法律由州长加文、纽森签署 适用于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旨在应对迫切需要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委员会 必须在2025年1月1日之前建立一个报告排放情况的系统 类似的要求在联邦层面上推进缓慢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制定公司报告排放 和与气候相关风险的提案规则 钱艾伦福克斯客户声称 该律所秘密准备代表竞争对手起诉该客户 路透社 政府承包商Puriton对律师事务所 Oren Fox-Schiff提起诉讼 声称该律所为披露其代表其商业竞争对手 CACI International准备对Puriton提起诉讼的事实 Puriton声称 Oren Fox秘密向Cachi提供了有关该公司的信息 这些信息随后被用来帮助准备对Puriton的诉讼 Puriton正在寻求对Oren Fox-Schiff 和其旧金山办事处的管理合伙人进行赔偿 Oren Fox否认了这些指控 称Puriton明知该律所将对其进行诉讼 这些艺术家以不同的节奏呼吸着 为Adel和奥运会设计舞台的舞台设计师接手Gucci 英国每日电讯 埃斯·德富林·E.S. Dallin是一位英国设计师 为Beyonce·Beyonce·Adel·Adel和Ur等重要流行音乐演出 创作了壮观的舞台设计 在最近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 他谈到了将表演的亲密感 转化为大规模制作的挑战 德富林还因其在伦敦2012年奥运会闭幕式 和2016年里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工作而闻名 他凭借舞台设计剧院和歌剧赢得了多个奖项 被认为是一位博学多彩的新文艺复兴女性 德富林将于10月份出版一本名为《埃斯·德富林地图集》的新书 收集了他在过去40年中制作的素描、绘画和模型 他还正在为即将于10月份开幕的 Gucci Cosmos巡回展览设计概念 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里进行其他几个项目 包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气候变化主题的装置艺术 德富林以其环境意识而闻名 并经常在他的装置艺术中包含环境主题 他与丈夫和两个孩子住在佩塔姆 并致力于减少自己的碳足迹 根据调查 到2024年 美国雇主为减肥药提供保险的数量可能增加近一倍 路透社 Acolade和Solanta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覆盖肥胖药物 包括诺和诺德的Vagovic的美国雇主数量 明年可能将近翻一翻 目前 25%的雇主覆盖GLP一类药物 但43%的受访雇主 计划在2024年覆盖这些药物 GLP一类药物 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和帮助减肥 调查还发现 几乎所有目前覆盖GLP一类药物的公司 计划明年继续覆盖 然而 覆盖减肥药物的雇主 由于Vagovic的受欢迎 而面临着增加的医疗保健成本 Vagovic和诺和诺德的糖尿病药物 Alson Peak的销售 在过去一年中大幅增长 Eli Lilly的Money Arrow的处方 也有所增加 Aon预测 员工对减肥药物的使用 将导致明年雇主 医疗保健成本增加1% 凯尔 斯坦默向企业提供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 金融时报 工党领袖基尔 斯坦默爵士 邀请了200名商界人士 加入他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使工党成为商界的党派 斯坦默的承诺 集中在带来稳定 并结束近期保守党政府的频繁变动 工党试图利用连续保守党政府 与商界部分人士之间紧张的关系 市场调研公司 Savanta为公关公司MHP 在9月进行了一项 针对1000名高级商界人士的调查发现 45%的人认为 工党政府对商界最有利 32%支持保守党 与上周保守党大会上的展览相比 参加或设立摊位参展的公司和高管数量明显更多 工党的优势部分 建立在斯塔莫 影子财政大臣瑞秋 李福斯和影子工商大臣乔纳森 维诺兹领导下与公司高管和行业机构 进行了一年多的会议 大多数英国渔业是不可持续的 这是您应该购买的海鲜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海洋保护协会MCS的好鱼指南 只有1%的英国鱼场是可持续的 MCS的评级系统 旨在帮助消费者识别和购买 从健康鱼类资源中 可持续捕捞的海产品 今年有13%的鱼场被授予绿色评级 表示可持续性 1%的鱼场被给予红色评级 表示存在重大环境问题 总共62%的鱼场被评为琥珀色 表示需要改进 在上一次更新的指南中 英国的鱼场中有70%被评为琥珀色 MCS将这种评级变化归因于对资源评估的变化 而不是可持续性的下降 评级过程每两年更新一次 MCS的海产品参与经理杰克 科拉克解释说 确定资源可持续性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健康状况 他补充说 考虑捕捞鱼类的船只类型 比考虑鱼类物种本身更重要 MCS的评级将帮助消费者 避免购买不可持续的鱼类 如多佛尔比木鱼 对虾和青鱼 亿万富翁 Burkenstock兄弟的世界内部 英国每日电讯 德国鞋类品牌Burkenstock 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估值可能达到100亿美元 这家始于1774年的公司 最近才由家族所有 2002年 负责公司大幅增长的卡尔 比肯斯托克将公司控制权 交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斯特凡 克里斯蒂安和亚历克斯 这三兄弟有不同的愿景 引发了一场家庭纠纷 而克里斯蒂安与妻子苏珊娜的离婚 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苏珊娜成立了自己的鞋类公司Beautystep 她在营销中使用了比肯斯托克的名字 引发了更多争议 这场纠纷导致了一场法庭案件 法院裁定苏珊娜可以销售她的鞋子 但不能显著展示她的姓氏 2013年 斯特凡将自己在公司的股份 卖给了兄弟们 亚历克斯和克里斯蒂安 随后欢迎奥利福 赖希特担任CEO 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赖希特将比肯斯托克 重新定位为时尚品牌 并与瓦伦蒂诺和李克 欧文斯等设计师合作 2021年 亚历克斯和克里斯蒂安 以47亿美元的价格 将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出售给了伯纳德 阿尔诺的投资公司 L-Katterton 卢旺达庇护制度极其不足 最高法院被告知 英国独立报 代表面临被驱逐出境到 卢旺达的移民的律师 告诉英国最高法院 该国是一个威权主义的 一党制国家 其庇护系统严重不足 内政部对今年6月 上诉法院的裁决提出质疑 该裁决认为 英国与卢旺达 关于处理庇护申请的 数百万英镑交易 是非法的 政府便称 将庇护申请者 转移到卢旺达 只会在得到 卢旺达当局的同意下进行 并且数量很少 联合国难民署 已经警告反对 根据英国卢旺达安排 将庇护申请者 转移到卢旺达 香港德国总领事 称赞该城市的开放性 和公平竞争 南华早报 香港的德国总领事 斯特凡 布雷多尔赞扬了 这座城市的开放交流 和公平竞争 并表示希望 双边经济合作能够继续 布雷多尔在庆祝 德国统一日 以及该国总领事馆 歌德学院和德国商会 在香港成立周年之际 发表了这番言论 在美中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西方对在香港投资的 警惕心态增加之际 香港政府正努力 重建与欧洲的经济关系 Ozenpete对生意不利 彭博社 开发增加消费的药物 如新冠疫苗的制药公司 可能更有可能 从股市的普遍所有权中受益 普遍所有权 意味着公司都为 统一所有者工作 并且是统一普遍信托的部门 这可能鼓励公司协调行动 为了整体公司的利益 而牺牲个别利润 然而 如果一家制药公司 开发出一种 减少整体消费的药物 会发生什么呢 这可能对其他企业 和同时拥有制药公司 和其他企业股份的股东 造成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 普遍所有权 可能不会鼓励协调行动 公司可能更关注个别利润 悲痛和愤怒 美国商业团体在袭击事件后 支持以色列 CNN 美国的商业领袖们 对哈马斯最近的致命袭击 表示了团结支持 摩根大通银行首席执行官杰米 戴蒙已经只是以色列的员工 在可预见的未来远程办公 并在备忘录中 表示该银行与以色列及其人民站在一起 代表纽约市300多位商业领袖的 纽约市合作伙伴组织 也谴责了这些袭击 并对这一局势表示悲痛和愤怒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和美国商会 也发表声明 谴责这些袭击 并表示与以色列团结一致 中国的黄金周并不闪耀 华尔街日报 中国的旅游业 在黄金周假期期间出现反弹 但消费和房地产销售仍然疲软 在假期期间大约有8.26亿人次出行 比2019年增长了4.1% 然而旅游消费仅比2019年黄金周 增长了1.5% 表明每个旅行者的消费额比疫情前减少了 假期期间的房地产销售情况不一 一家研究公司调查的35个城市的平均日销售额 同比下降了17% 中国经济正在稳定 但强劲反弹似乎仍然遥远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和简报主持人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阿根廷央行表示 8月和9月的通胀率平均为12%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对阿根廷经济造成了压力 然而 央行预计10月通胀率将有所下降 需要能够缓解这个问题 接下来 史密斯菲尔德将关闭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猪肉加工厂 这是由于猪肉供应过剩问题引起的 许多肉类生产商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现在 他们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 以提高效率和利用现有资源 在加利福尼亚州 一项新法律要求大型企业披露其碳排放情况 这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但在联邦层面上推进缓慢 我们希望这项法律的实施能够推动更多企业主动减少碳排放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 一个律所被指控为竞争对手秘密准备诉讼 一位舞台设计师接手Gucci的项目 美国雇主可能提供更多关于减肥药的保险 工党领袖 邀请商界人士加入合作伙伴关系 英国渔业可持续性问题 Burkenstock兄弟的家族纷争 卢旺达的庇护制度问题 德国总领事对香港的赞赏 以及餐饮股的空头投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分享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从经济到法律再到文化 我们希望能够为你们带来一些新鲜的观点和资讯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请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